介紹的這個服務呢,就在這邊 第一個是Canva 那當然因為像老師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影音的部分 那影音的影片 其實有很多工具你都可以用 我們今天大概會有三個 會有三個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比較喜歡 或你覺得我用哪一個工具 我比較適合 那你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這裡有準備互動擺板 不過我想待會我們再看看 有需要的時候再來使用就好 那麼剛剛老師有稍微跟大家說過 就是我們今天你們做的履歷影音 大概的一個目標作品的要求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有所謂的字幕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轉換成有那個字幕檔 好,原則上我們輸出就是用這個MP4的檔案 好,就用MP4檔案就可以了 因為其他的格式雖然也可以啦 不過我想目前大家比較流行的應該是以這個為主 那影片的尺寸我們就是用一般講的Full HD 就是1920乘以多少 1080 好,這樣的尺寸呢 就跟我們現在的螢幕解析度是一樣的 好,所以這個先了解一下 那有了基本概念之後呢 我們剛剛請大家先進到這個CAMBA 好,這個是一個最近蠻流行的一個雲端的設計 雲端的設計 那我們先把各位的收起來來換成我的就好 等一下有需要同學的我們再來找 那在這裡面 你剛剛註冊了之後 它一個很大的好處 我們先跟大家先簡單介紹一下 不管呢,未來 因為老實講 我跟各位的Background是接近的 我念的是公共行政 我們裡面也有人力資源的課程 只是說當然 以各位來講是跟企業比較相關 那以我們在學校學的是跟政府機關比較相關 可是都一樣是管人啦 人最難管 對不對 男跟義跟窮 但是沒關係 你可以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 你看 你如果用PowerPoint做這樣的動畫 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比較辛苦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CAMBA裡面 隨隨便便做一下就有了 好 那 註冊帳號的部分 剛剛各位呢 這個我就不用跟你講 你已經知道了 原則上老師的話 像這個老師他應該有升級到教育吧 沒有 沒有喔 老師你臉皮要跟我一樣 對 他雖然講K12才有 我們也可以 真的真的 這樣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哈哈 所有法本都可以用 好 那 他的使用方式呢 就像這樣 他有很多範文 有很多服務 也有文字 字體的部分 很少有一個雲端服務 能夠照顧到中文的 好 所以他上面呢 不只是大家平常 簡報會用到的 信息名標卡 他還會有什麼 還有 除了违反黑體 還有王翰宗的 比如說凱書啦 還有一些圓體啦 之類的 那這個效果都蠻不錯 另外呢 他也可以做動畫 包括文字的圖片的 整個頁面都蠻通通都可以 而且超級簡單 所以跟我們之前 幾年前辦的 去年可能沒有辦的 去年有 有辦的 好像我記得 是高年 好像是前年 對 我們好像隔一年來兩年 對 好 之前介紹的 我就沒有介紹這個 哈哈哈哈 那我們今年我就改用這個 跟大家介紹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 他也有融入很多的魚端服務 融入很多魚端服務 包括你要找一些免費的圖副啦 表情符號啊 把YouTube影片加進來啊 Facebook影片加進來 通通都可以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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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本尊有點 雷頭 啊 這個 你如果 有 加入這個 欸 他就有給你超過一百個以上的 這種 個人專屬的圖副 你就不會找不到你要的 這樣了解嗎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年頭 很多同學的頭都變了嗎 對啊 有沒有感覺 配文老師的也變了 他也變3D的 哈哈 但是他用那個 他只給你一個 對不對 人家這邊給你很多個 早安堵也有 哈哈 好 所以這個 待會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不管你是在手機上單純使用 或者是怎麼樣 直接用在LINE裡面 用在我們的這個CAMBA 或者未來你用在其他的 也都可以用 好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那再來 他當然可以做簡報 就直接在線上做 那也可以直接把這個 變成一段影片下載下來 所以我現在先簡單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叫做CAMBA的一個服務 這樣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好 先對他有個概念